美与封面逐渐逼近 全台准备迎接大雨的天气形态 从云图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颗古超台风 因为持续的北转 对台湾还是没有直接影响的 目前影响着我们天气的 是因为有封面滞留在北部的海面 加上西南风带来了丰沛的水汽 南北势力在台湾附近 交汇之下时的未来一连好几天 全台会进入多雨的天气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更多的天气状况 各地还是不定时的 都会有短暂震雨或雷雨机会 不局限于午后震雨了 北部东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 是比较高的 那么美与封面降雨的特性 雨不是这样一直下个不停 而是下下停停 但是要胜防的就是大雨 经常是来得又快又急 那就有治灾的风险了 而这种短时强降雨预估 在午后山区附近一带 发生的几率最高 因此建议大家这个周休 尽量多安排室内行程 最好是避免去山区或河谷 吸床活动 听到打雷声响 也记得要赶快躲避 而未来几天的降雨都比较明显 不过雨区的位置 是有一点变化的 首先星期六到下个星期一 这段期间 由于封面是停留在 这个台湾北部的海面 各地都会有局部的 短暂震雨或雷雨机会 山区要慎防大雨 不过看到了 从下个星期二开始 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滞流封面南下之后 届时将是横躺 在台湾上空的情形 因此全台各地的 降雨几率都在升高 降雨的范围也扩大 影响时间也拉长 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一带 下雨时间更长 而且有大雨或好雨出现 那么好的方向来说 是有望缓解水情 不过要小心的 就是治灾风险 建议中南部地区的民众 在这个放假期间 可以预先做好排水管的疏通 为即将迎接的降雨 做好准备了 小丁丁就要提醒 这个周休假期 短时强降雨 特别容易出现在山区 尽量避免前往 也请大家记得 为大雨提前做阴影 留意家中的排水系统 提前做好疏通准备 接下来就带您关心 各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